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我是沈偉彤 想看守帶您關心國際股市 週一 美股是逢總統日修飾 而市場近代歸達公司公佈財報 而週日 台股市創下記錄 在台積電翻紅走高之下 盤中創下18756的33點新高 而收盤是合計上漲117.36點 收盤是來到18753.16點 也是史上的最高收盤 而今天外資合計買超63.7844億元 但您關心 國海五十週年晚宴 今天晚間是正式登場 外傳蘋果執行長庫克將現身與集團創辦人 郭台銘同臺 而對此 鴻海董事長劉安偉稍早接受媒體訪問 並未直接表明顧客是否與國台銘同臺 但透露兩人在影片上一定會同臺 我們最重要的客戶 蘋果 有HP 有Dell 有Cisco 我們的前五大十大客戶都來了 NVIDIA Intel DMD 那這些 大概都到 然後還有我們有ARM ARM也到 今天創辦人有機會跟庫克同臺嗎 影片上一定會同臺 會讓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們創辦人跟Tim Cook之間的關係的深厚久遠 那這個一定會讓你們感受到 一般來講我們會有更深度的合作 更廣泛的合作 這是非常確定的 鴻海集團舉行50週年晚宴 董事長劉安偉心情相當愉快 他透露國際夥伴 包括蘋果 HP、Dell等十大廠客戶 另外CPU、GPU的合作夥伴 如徽達、超委、Intel等公司 還有7顆的相關客戶都會到場 而機部長王美花下午也證實自己在受邀名單 而針對外界關心 與蘋果在AI領域的合作 兩位表示不針對單一客戶回應 將持續與科技大廠廣泛深入的進行合作 再來關心 蘋果公司推出新的頭戴式裝置Vision Pro 在美國掀起退貨潮 外媒蓬勃整理出五大的使用痛點 而這一波退貨潮也使得 蘋果股價與相關供應鏈個股下跌 而當中 產品唯一的組裝廠 中國力訓親密 在19號入股開盤的第一天 一度大跌6.63% 動動眼球 捏合手指就能夠操控畫面 蘋果頭戴式裝置Vision Pro 要價新台幣10萬元 評價卻兩極 在美國限制傳出退貨潮 外媒蓬勃記者整理出五大使用痛點 包括裝置太笨重 引起頭痛不舒服 並缺乏應用程式和影片內容 不足以證明產品價格 而產品也使用戶感到與家人和朋友隔絕 另外相比連接一台Mac電腦 到一台普通外接螢幕 工作功能並沒有更高的效率 我的批評是,它看起來很酷 在這個影片中的評論 但你會變得更輕鬆 更輕鬆 比你平常用電腦或電腦 我的批評是, 現在沒有太多的經驗經驗 和經驗經驗 可以允許使用這兩小時 這就是我認為你必須補充 這個價錢 在購買這價錢 我不會,我會等到V2或V3 蘋果新推出的Vision Pro引發退貨潮 導致股價和相關成業鏈個股下跌 就包括這項全品的唯一組裝廠 中國力訊精密 19號露股開盤第一天 股價一度大跌6.63% 新唐人亞太電視高舊人造景域整理報導 國財界媒體已在美掛牌市值作為評選標準 略出全球最有價值的25家半導體公司 而當中台灣有台積電和聯電 兩家晶片公司入選 截至到2月15號的市值來看 規達已市值1.825兆美元拿下榜首 而台積電市值6704.5億美元排名第二 而博通、超微和英特爾分別排名第三到第五名 聯電也入榜以市值198.3億美元排名第十八 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 這週六24號將舉行 日本雄本晶圓廠的啟用典禮 而競爭對手英特爾也將在21號 首次在美國加州舉行的晶圓代工服務大會 執行長基辛格除了揭露四年五節點進度 還會宣布之後埃米時代的製程規劃 現場將是大咖雲集 包括人工智慧公司OpenAI執行長阿特曼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也都將出席 好 英特爾這個星期今月代工舉辦大型活動 聯電高層確定將出席演講 而基本上雙方已經定調合作12奈米 我們請教委區科技總經理吳京榮 你怎麼看兩大業者的合作 由於業界擔心成熟製程的產能有出現過剩情況 而據中國業者這邊是大力投入 而聯電和英特爾合作可能會面臨哪些挑戰或機會 請教您看法 第一個聯電跟英特爾的合作是各取所需的 對英特爾而言 他這一次提出三個經驗廠來跟聯電合作 這三個經驗廠基本上都已經建廠有一段時間 所以折舊大概也都攤體完畢 另外一個英特爾而言 他經驗代工他的客戶很少 他經驗代工的策略基本上兩個方向 一個是他要用最先進的製程來挑戰台積電三星 他比如說用2奈米的製程 或者是1.8奈米 就1.8奈米的製程 另外一個他可能還是需要一些比較成熟的製程 就像12奈米這個製程 這個製程Intel本身在製程的技術方面 適合給經驗代工的製程技術他沒有 所以他跟聯電來合作 合作來開發製程技術 那這個部分是各取所需 那有沒有挑戰呢 第一個當然他這一部分他要搶誰的市場 當然會搶到台積電 三星的這個經驗代工的市場 還有包括革新 Global Fundry的市場 那這個部分的市場 第一個當然這個市場需求很大 Intel跟聯電的合作有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就是說他要到2027年才可以真正的量產 所以在這個之間有一個可能有一個變數了 競爭的對手應該會有一些出招了 那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您剛剛提到的就是中國大陸的成熟製程 那我們簡單分析就是中國大陸的成熟製程 基本上對Intel跟聯電這一個12奈米的合作 基本上中國大陸成熟製程的大量擴產是不會影響 因為中國大陸成熟製程的大量擴產受到美國禁令的影響 它只能擴充的是28奈米及28奈米以上的製程 那14奈米12奈米這一部分 他們是沒有辦法琢磨到 所以這個產能過剩的影響 可能對一般二線的經驗廠 包括Global Foundry也在內 還有聯電也會受到影響 因為聯電也有28奈米以及比如說40、45奈米 或者是更成熟 就是說等於更成熟 比如說甚至到.18、.13 這一些製程都會受到影響 當然Global Foundry或者是地基電 或者是世界先進這些經驗代工廠 應該都會受到影響 謝謝吳總監理的分析 另外電信業消息來看到 中華電信今天舉行媒體參緒 董事長郭水毅指出 今年營運有信心再創佳績 2024年不僅要挑戰7年的營收新高 而趙元市值目標近在咫尺 還首度曝光AI代言人 找來AI代言人駐鎮 仔細一看就是3D版的郭水毅 臨場回應毫不馬虎 還會比出讚的手勢 中華電信舉行新春媒體參緒 尤其去年營運交出亮眼成績 去年營收EPS超越彩測高標 今年持續努力 2024年營收要衝2285到2302億 EPS4.6到4.8元 強調兆元市值近在咫尺 中華電信是台灣唯一一家 在美掛牌電信業 去年獲得道琼永續指數世界成分股 全球電信業平等第一名 奢獲國際肯定 郭水毅表示今年營運重點 布局優質創新內容 正籌組文創投資基金 協助建構台灣文化生態系 同時巴黎奧運轉播商機積極籌備 5G普及基礎下 因應AI浪潮 將發展7大創新技術 除此之外 除了擁有ST2高軌道自主衛星 去年取得1Web在台灣獨家代理權 預計今年低軌衛星服務 渴望覆蓋全台 我們今年會繼續來努力 把中軌衛星也把它積極下函 希望到時候有好成果的時候 再跟各位媒體做個報告 這個這樣子剛才報告的 高中低軌全部搭配起來 目的沒有別的 那就是要強化我們的數位網路任性 讓全國同胞 民眾 企業 政府 對於整個數位網路無後顧之憂 台積電海外設廠中華電信 也跟著台商打天下 2024將成立歐洲子公司 國際據點由美國亞太 擴大到歐洲地區 紀念集團招兵買媽2到3千人 目標2024年新興業務人才佔比38% 建構人才成長計畫 紀大紀視高 將來從台灣台北報導 美國拜登政府十九日宣布 向全球第三大晶圓代工廠 革新給予15億美元補助款 以強化其在美國的供應鏈 革新是美國晶片法案通過後的 第三家補助對象 台積電 三星電子也預料 將獲得晶片法案補助 荷蘭貿易部長范呂文 近來在國會答詢時表示 荷蘭政府應擔心艾斯摩爾生產的 晶片製造設備 可能被中共用於軍事目的 決定拒絕核發艾斯摩爾出口許可 中國經濟惡化 中國人民銀行週二宣布 一年期貸款市場 報價利率維持不變 五年期LPR下調25個基點 為非對稱降息 並且是史上最大降息幅度 台灣驅動IC大廠聯用 進軍客製化晶片和細緻裁戰場 被傳有機會與RM結盟 以搶攻IP市場 消息激勵股價一度觸底漲停 充至602元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來看今天的產業動態 臺灣ETF市場蓬勃發展 國泰投信董事長張錫玉琦 明年臺股ETF規模 渴望達到三兆元 臺地的三奈米接單表現優於預期 從二零二四年一月起開始拉升 預估這個季底將達到百分之九十五 另外五奈米四奈米方面的產能利用率 今年第一季已經衝上蠻載 而成一代工大廠巨洋董座談接班 期許未來一兩年市值突破一千億 排檔大戶明年起將繳交碳費 而對此 環境部長今天表示 碳定價相關的執法與碳費費率 將在三月底之前預告公布 國內消息另外看到 臺電虧損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 而進步三月將召開電價費率審議會 外傳四月開始電價是全面上調 連過去凍漲的三百三十度以下的民生用電 也會調漲 機部長王美花回應表示 電價調漲目前還未定案 但用電大戶會承擔較多義務 電價的各項方案 我們現在都在規劃當中 用電大戶當然我們會承擔比較多的義務 也會設計上會來減緩一般民眾的影響 機部長王美花強調 臺電目前累積的虧損 如果沒有政府預算撥補或調漲電價 到年底會有財務危機 不過電價調漲目前還沒有定案 還需要送交電價審議委員會進行討論 中國通縮嚴重 外界憂心會將商品降價傾銷 向全球輸出通縮 美國發出嚴厲警告 下集新聞我們帶您瞭解 歡迎回到新唐人財經新聞 來看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首先看到彭博社報導 日本企業盡力創記錄 日經指數可望創下歷史新高 中央時報報導 因應中國競爭 法國汽車零件供應商將採員1萬人 外界日報報導 美國兩大信用卡公司合併 第一資本正在收購探索金融服務 另外日本產經新聞 歐盟正式調查TikTok 檢查是否有採取措施 防止有害內容並保護未成年人 好 但你關心 中國經濟下行通貨緊縮是日益加重 外界憂心 中共當局將商品降價傾銷 向全球輸出通貨緊縮 外媒報導 美國已經向北京發出嚴厲警告 如果試圖通過向國際市場傾銷商品 完結產能過剩問題 美國及其盟國將採取行動 中國通縮日益惡化 今年1月 居民消費價格創下2009年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大降幅 即使新年假期民眾消費回升到疫情前水準 但彭博社記者分析 這並不能抵銷在耐用品銷售的疲軟 更擔心這只是曇花一現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面對中國通縮 美國擔憂 中共會將過剩的產能輸出海外 尤其是先進製造業 像是電動車 太陽能板和禮離子電池等清潔能源領域 美國財政部高級官員表示 美國代表團近期仿中時 明確向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等中共官員表達擔憂 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次長表示 我們擔心中國工業政策和整體經濟政策焦點放在供應面 而未考量到需求面 恐導致產能過剩 最終將衝擊全球市場 學者也示警 臺灣對中國的出口 雖然較多是高科技電子業 但對中國出口仍佔臺灣出口的三分之一 中國經濟下行也將影響臺灣 雖然臺灣由於高科技業 服務業復甦 彌補中國經濟下行的負面影響 讓臺灣經濟較為穩健 但不代表中國負面影響並不存在 新唐人亞太電視張麒麟綜合報導 巴洛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即將滿兩年 週一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在東京接待烏克蘭總理蛇米哈爾 安田承諾將利用日本地震災後重建的經驗和技術 與企業合力支持烏克蘭戰後重建 週一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在東京接待了烏克蘭總理 史米加爾 安田承諾將利用日本地震災後重建的經驗和技術 與企業合力支持烏克蘭戰後重建 史米加爾說 烏克蘭非常需要日本 傳授 戰後和災後重建的經驗 他還希望看到豐田汽車等大型汽車製造廠 在烏克蘭建立生產設施 當天 日本決定提供158億日元約合7.6億美元 無償資金援助烏克蘭用於排雷、臨時橋樑和大型變壓器等恢復作業 同時 約50家日本公司與烏克蘭同行在農業、能源和基礎設施等7個領域 共簽署了56份合作文件 支持烏克蘭從第一產業到第三產業的全面經濟發展 聯合聲明指出 兩國民間的參與是實現具體項目的關鍵 岸田文雄還表示 將啟動修改投資協定談判 並準備創建新產業 支持烏克蘭經濟重建 恢復民生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池曉 綜合報導 好 另外來看到 南韓政府日前宣布將增加2000名醫學聲明額 以補足一屆人力荒 引發部分的限制醫生強烈反彈 認為將損害服務品質 而目前已經有上千名的住院醫生集體請辭 20號開始罷工 導致多項急症室手術被押後或取消 而南韓政府已經下令要求返回工作崗位 預告如果不遵守 將扣押醫師執照 還可能面臨最高三年的牢獄 總統參議文日內最後一次出席台北國際書展開幕 下節新聞 我們帶您瞭解 臺北國際書展今天登場 規模相較去年是再度擴大 而面對多元數位載體的衝擊 臺灣出版業求變尋求因應之道 總統參議文日內最後一次出席書展開幕 也期盼國人以行動支持出版業 2024臺北國際書展正式登場 34個國家共509個出版單位參展 數量相較去年再成長 總統參議文親自出席開幕典禮 隨著數位科技的發展 閱讀的方式和媒體也正在改變 為了鼓勵數位閱讀 促進出版業的數位轉型 文化部已經擴大數位出版的補助 臺灣圖書出版銷售額從2010年367億到2021年僅剩200億 媒體越發多元的數位時代下 閱讀出版業持續受到挑戰 並尋找因應之道 數位的影響大家是 注意力其實被很多很多的頻道所分散了 跟進這個市場的變化 像是重要的話題的話 那我們還是希望就是說 能夠把它引進到臺灣的市場來 像是在2023年非常暢銷的晶片戰爭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扣準的這個時事的話題 其實因為我們都是很小型的出版社 比較有彈性 所以其實我們反而是更容易進行各式各樣的嘗試跟轉換 電子化 數位的話 我們也都是很熱情的迎接 而書展開幕首日 除了蔡總統出席 副總統賴清德也到今年展覽的主題國荷蘭館參觀 臺灣政府總統親自逛展 希望帶動民眾行動支持臺灣的出版業 新唐人野太電視 林玉堂 曾一豪 持千里 曾新敏 臺灣 臺北採訪報導 來看明天2月21號 經濟三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首先 匯答公布財報 英特爾舉行晶圓代工服務大會 日本公布2月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另外臺灣大 富邦美以及臺船 舉行法人說明會 以上是2月20號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沈美鳳 再會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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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